为了持续追求原住民各族族人共同追求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 112年总统府原住民族历史正义与转型正义委员会 在秀林湘公所召开了太鲁阁族意见咨询第一次的会议 部落各领域的意见领袖秀林湘所会首长代表等都高度关注 全都出席参加 运转会连来遇到表示 这次运转会最重要的提案之一就是太鲁阁族自治专案计划 就是期望能够在这次太鲁阁諮商会议中受到委员以及各部的族人认同 同时也会疑似到万龙召开与万龙乡族人们一同讨论 未来对太鲁阁族以及林田山划设为太鲁阁知识去示范的重要细节 也非常感谢运营会、熊乡公所、万龙乡公所以及在场委员的支持 争取太鲁阁族民主权益就迈向进一大步了 太鲁阁国家公园林田山作为太鲁阁族自治的机会非常好 这是不是机会非常好 比如说我嘴巴讲的我自己是小事 还有更高层的人讲的话 我是在那边高层讲讲的 所以我们机会很大 所以为什么一直弄言要我们乡仔去到万龙乡那边演一个 我们的共识他们还在意这个事情 你们也会共识 所以我要拍照也带去 当然我们在那边几手支持这个事情 向上我们会表示 会中除了针对太鲁阁族自治专案计划 受到现场委员的支持之外 也有许多关于土地议题的议案 公所在此也会全力支持 一直协助部位的族人们集体权益 而轩轩公所近来不仅针对 乡亲族人们土地权益之外 同时也会立足于文史保存以及父亲的工作 乡亲在部位的族人们以及文史工作 共同努力之下 套路鬼祖祖先知会将会持续开支三页 代代相传 我们的那个每个部落 像像我们的祖先就是到 吴巴亚那边嘛 你们的祖先就会到我哪一个部落 都一直这样子 一直迁徙 迁徙 迁徙 迁徙到哪里 迁徙到我们现在的万荣或是族人 那你们没想过 未来的一百年 也没有可能这些族人会回来 会 有 会 对 有一半一定是会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不可预期的 因为我们是上帝 所以如果真的有那个机会回来 为什么我们不先做好准备 让我们原有我们自己的土地 先做好准备让我们自己原有的土地 让以后的孩子能够回来经营它 这是我的观念 太鲁阁主自治筹备委员会也会前往万荣国小洪文中心 召开太鲁阁主自治专案计划协调会议 将针对太鲁阁主自治示范区的范围 泰管处林田山祖师章程管理方式进行出国的沟通讨论 就向我们所谓乐观骑乘促成太鲁阁主 云树民治族的未来验警 接着就欢迎收看